我们在学习怎么回收 我们先善用十手的水 用来泡一下要洗的炼乳 花生酱的罐子 等它的油去了 然后就用洗米、洗绿豆 一元的水用来洗碗 洗碗的水要用来洗、要回收的东西 就不会浪费食用的水了 就不用用太多的水去洗回收的东西 是洗还是死? 洗 洗 不好意思讲得很慢啊 没关系 国语很烂啊 要你们听 这个都是回收的 很辛苦 不辛苦很开心 然后有一个秘密告诉你们 我们上厕所 因为我们两个 我跟我太太 我们喝水很多 因为我们是运动员 我们做很多运动 一点点开玩笑 但是我们真的很爱喝水 然后我们都会上厕所 厕所 对我们都会上 比如说现在我料急了 我就会告诉我太太 我料急 我去厕所 你要不要去 我先去 然后她去 然后就可以一起冲 就比较方便 比较省水 对啊 省水 但是之前呢 我们就 不知道你们台湾呢 是用 食用的水 用来冲刺的 我们以为是海水啊 所以呢 我们每一次上厕所 都自己冲水 就觉得 后来知道 就觉得很浪费 因为我们香港 就用海水嘛 冲 冲 冲 每个人做 但是如果太影响 我们就 投降了 不可以 但是 每个人做多一点点咯 感谢 我们都在学习 谢谢啊 祝你们平安 喜乐咯 哇